法庭10號針對國會擴權法案 禁忌處分準備程序 各機關代表在庭上交鋒 不過網友把目光投向他 例如什麼是反質詢 甚至連主推這個法案的立委 都不是說得很清楚 容易被執行者無所適從 在整個質詢的場域動輒得救 言辭心理口條清晰 他是行政院訴訟代理人 律師李全合 質疑藍白對於反質詢定義至今 講不清楚 更因為外形出眾成為關注焦點 甚至還有人把他在憲法法庭上的發言 簡稱KUSO節奏版 他會使得被執行者在政策辯護上面 在機密事項上面 在提供文件上面 不敢跟立委唱反調 網友還喊李全合也太帥 也有人直呼很像韓星金勳虎 不過還是有人理智上線帥不帥一回事 把藍營電報猜是重點 還有人翻出李全合跳舞影片 只見他身穿無袖上衣加黑褲 還露出金十二頭肌 跟著節奏跳起舞來 是否真的可以十六噸呢 其實今年四十多歲李全合 畢業於東吳法律系 創辦大橫國際法律事務所 專長在憲法行政法等公法領域 擅長視線申請 不只在二零一六年太陽花學運時 擔任辯護律師 二零二零年也曾擔任行政院訴訟代理人 成功推翻國民黨執政縣市 對美豬的抵制以及視線申請 專業而且能夠理性論述的律師 大家關心的是他有多帥 我的看法是他本人比電視上還帥 如今在全國矚目的國會擴權憲法法庭 討論上意外成為另類焦點 三選郭斯文和廠台背 什麼的